这一册呢叫《史虞虎》 这叫《史虎虎虎》 这是当年呢 这个明代的《射风史》叫《陈凯》 他呢 哎 到 《陈凯》 到《琉球》《射风博马》 时间呢 明家居是 五月一五三四年 《射风博》 明年福建写上的这本书 写上的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呢 它明确的有记载 请看这本书 钓鱼城 八日出海 八日出海 方一望望运 然后十日 大家到以前看 九日 银银建一小舍 来小琉球 明朝的小琉球 就是现在的城 然后十日 南风顺迅 顺迅 周行如风 然顺流而下 一步顺动 过平家山 过钓鱼 钓鱼就是现在的 钓鱼岛 过荒猫雨 过赤云 日不暇夜 一周夜 三十之路 一株 就是牛球的哈 一株翻小 不能急 希望时代后 十一日 七见古米山 来属牛球人 古米山 就是现在的救命岛 这是我们研究 钓鱼台的人 一定要读的 明确的 从古迹里面证明了 钓鱼台是不属于牛球 很清楚 古米山一望 对 这个资料呢 在英国牛津大学 我也去看过 也有这段 报纸 大家好 欢迎参观西安国家版本馆 在这里您可以先了解一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一种三分的概况 2023年6月1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管考察时强调 中国国家版本馆一种三分 中央总管位于北京 名叫文汉阁 西安分馆名叫文契阁 杭州分馆名叫文顺阁 广州分馆名叫文庆阁 一种三分 各局特色又遥相呼应 共同承担着更续历史文脉的众人 那您可以看到在整体的建设要求方面 也是按照了中央藏之名山 船之后世的建设要求 四个馆呢 都是属于一山而间的趋势 像北京的中央总馆 它就位于超平区的燕山墙下 西安分馆位于秦岭的归房山下 杭州分馆位于杭州的梁鼠遗址公园旁边 广州分馆就是位于广州的凤凰山下 都是这样一个一山而间的趋势 各位这边请 西安国家宝馆位于西安城南 秦岭归东北路 占地面积300亩 总建筑面积8.31万平方米 整个馆区的建筑设计 由高级建筑师 首批中国工厂院院士张锦秋院士主持 主题打造的是大气磅礴的汉堂风格 那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启池 古人认为风水之法河水的一声 所以帮我们管从秦岭的太日之旅 引火水进入园区 潺潺溪水沿着林间地形宽延而下 汇聚成了文启池 在文启池的左右两侧 您还可以看到 有秦岳轩和飞云坪两处建筑 形成了山水环绕建筑广类的一转风景 像您正前方看到的这栋建筑就是宝层中心 最上方就是主阁文启阁 那您这边看到最高的山峰呢 就是秦岭龟峰山的主峰 海拔有1528米 西安国江版本馆就是背靠着秦岭的龟峰山 一山而建的 各位这边都是以自然山水改建而成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体规模非常的宏大 而且气势 哎 别挡 别挡 好好好 小心点 小心下 小心 我等一下吧 来 三二一看我 嗯 三二一 好 看这里 看这里 哎 谢谢 我叫他们先下来 你要先 要先 要先 等我等我 可以借我怕一下吗 你过来 我拍到你 好 看我这里 一二三 三一看 一二四 好 谢谢 谢谢 好 朋友 谢谢 再来这边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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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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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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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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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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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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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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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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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